在我们今天讨论的同时 不仅仅是在座的各位 关心人民币 他的生殖的未来的情况会如何 同时呢 包括党中央 包括政府的相关领导 也在开会 正在讨论人民币的相关因应的措施 那么这个时刻当中 在座的各位当中 这个时刻我们该包什么样的心态 什么样的高度 什么样的立场 来向国际社会来做宣传 我觉得中国首先我们要认识到的 就是说 中国现在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国际环境 其实是从某种程度上是非常不好的 非常不利的 为什么非常不利呢 现在全球经济我们看到是一个基本的失衡 就是你看制造业 制造业逐步都转向到发展中国家 转向到像中国亚洲这些发展中国家 但是制造业呢 我们的价格定价权 我们的定价权不在我们手上 这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以前美国成为老大 英国成为老大 德国成为这个工业化的时候 基本上他的货币金融中心是跟着他们走的 这对我们中国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在这个麻烦的条件下 怎么应对我们的货币汇率问题 实际上是中国整个国际经济政策的一个核心的焦点 那么你必须有长远的战略考虑 这个长远的战略考虑 我觉得是分两步 短期内 以人民币汇率必须稳定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就是我们要想办法把人民币变成一个国际储备货币 这一点是全世界的共识 因为现在美元一股独大 那么对全区货币体系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利 也是造成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 所以我想第一个 中国必须有一个长远的一个战略考虑 在今天中国这么一个如此脆弱的经济 如此贫穷的情况下 你让人民币汇率大幅度浮动升值 一定是灾难 我想这一点我们中国领导人有非常清楚的认识 好 谢谢 来 谢谢 我还是要重复一下 我刚才说的观点 第一 人民币有限度的升值 稳步的升值 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 也有很多有利的因素存在 但是为什么人民币不能大幅度升值 我总结了三条 第一条 刚才我讲了 我们模仿创新 必然造成产能过剩 和大和大面积的GDP 就是虚假 这个将来存在着人民币大幅度贬值的风险 第二点 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要告诉通过这个节目 告诉这个海外的这些朋友 就是我们没有金融市场 或者说我们的金融市场 是非常非常欠缺的 我们没有定价权 关键是没有货币的定价权 我们人民币如果真的走向世界了 一下走向世界 这样所有浮动 我们人民币可能成为一个 全世界 这个抖动最厉害的货币 很多企业受不了 第三点 也就是什么呢 我们 中国人 没有办法应对人民币大幅度升值 我们人民币 拿着人民币 走不出去 换不成外币 不能自由兑换 这三条就决定了 人民币现在这个时候 不能大幅度升值 但是一味的 说人民币不作为 就等着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理智的选择 理智的选择 就是要妥协 通过人民币的一定的账簿 可能获取其他的好处 好 谢谢来 谢谢 台阳林 我觉得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话题 所以我觉得如果从国际市场的角度来看 我们应该重视一个事实 美元一支独大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想了 我们应该容忍和接受美元 可以做大做强 作为势力和实力货币 但是我们同时应该告诫美国人 告诫美元 你还要尽到责任和义务 它是双边的 而不是单边的 如果从国内的角度来看 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是 我们自己怎么办 这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 我们已经走了六年的汇率改革 请问一句 我们的汇率制度改革在哪里 参考一篮子货币 是一句空话 没有具体的框架 具体的模式 具体的权重 我们依然停留在单一盯住美元 我觉得应该学会引导舆论 这个引导舆论当中 我们应该改变文化 改变观念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告诉国外 我们的压力 我们的困难 我们的不足 而不是告诉世界 中国很棒很强 我们应该学会表述自己的困难 而不是展现自己的能量 我接着这个谭女士讲 他说那个体制问题 其实在本质上我认为我是同意的 人民币现在说改革 人民币形成机制 其实本质的制度没变的 现在是国家拿着两万亿 他说多少就是多少 一个人跟所有人交易 如果这个藏汇于民 人民币整个国际化推出来 就是所有的企业在那交易 我告诉你就是一比五 现在肯定的就是大幅增值 一定是 所以因此呢 只要把这市场机制 真调到位了 你央行愿意怎么样去操作 那是你做局部调整 现在连个市场基础都没有 他当然不升了 谁说咱们没有操纵 现在我认为就是操纵 就你自己的那个汇率体系里边 就是有操纵因素 所以我就觉得呢 在制度改革上 你只要敢改 他肯定是大幅度增值 这个我不同意 咱们这个没有机制 我认为咱们这个机制的话呢 可以有完善 实际上就是我的机制 已经走了那么多年 如果是完全说没有 我这一条呢 是不接受的 第二个观点 想说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刚才就是也提到 就是这个 是不是能够有好处的问题 我觉得这一条的话呢 就像游泳 如果是不让他下水 他永远学不会游泳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最后 来我们先听听 林白希的意见 请说 我想说的话呢 在历史上 中国没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依赖世界 世界也从来没有现在这么依靠中国 所以我想 不管是美国 不管是欧洲 不管是中国的高层领导人 他们的智商完全够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 可以得到最后的一个妥善的方式 那就吵架还价 我给你一点 你给我一点 这是最后结果 你觉得双方的智慧 能够展现 不会演步进一步的 绝对 绝对不会 两败俱伤 那到时候两败俱伤 大龙你呢 这个也不一定 你还是攻击性很强 对美国人来说 你看你的手真的盘算 在那盘算 不是 我还是希望中国还可以 还可以采取一些比较宽松的一些政策 这样的话 美国还有别的国家也不会打压 大龙 我不难为你了 我问你一个最轻松的话题 一定要你老实说 这个时刻的你 你的资产到底是怎么搭配的 现在我在美国我是怎么搭配的呢 我现在在美国买了股票 其他的呢 几乎都是都是股票 我不会买美国的国债 一时半会儿不会买 你人民币呢 现在新疆存人民币吧 有一点 有一点 不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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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呢 有买这种股票 我老婆买了 我是没办法买的 那房子呢 房子可惜我们在这边没有买 是吗 透过另外一个女人买的 好 来最后简单一句话 你对今天参加完节目之后 最想做你的美国朋友想说什么 我还是希望美国那边的朋友 还可以理解一下 中国这边还是 还是通过好多的措施 要了解一下 全世界的金融体系 还是什么样的体系 因为他们最近就是刚刚加入了 WTO完成以后 所以 我们那边也不能就给他们太多的压力 谢谢你 虽然跟大龙开了玩笑 但事实上 真的就像刚刚两位外国朋友所说的 我们不管是在这场人民币的汇率之争 也罢 或者有可能 演发出的 货币之战的烟效也罢 我们最需要是彼此 要听得懂 对方到底在说什么 那么这一期当中呢 为了做这个节目 特别看了 就是这一期的 《时代周刊大亚》周版的 封面是谁 是我们熟悉的 文总领 在这篇文章当中 说了非常多的一句话 但是呢 其实很多的内容我都忘了 我最记得的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温总领 他展现的是一个崛起的大国 一个领导人 他所展现出来的智慧 风度跟胆士 但是 我让我印象更深刻的是 这里头当中的记者 特别引诱了CNN 当时转访 温总领的那个记者 说的一句话 他说 别忘了 如果美国一再的用人民币汇率的压力 来向中国施压的话 他不见得对美国有好处的 而真正中国让美国值得惧怕的是 在2046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龙头的时刻 中国人的人才才是美国人值得担心的 我今天想说的是什么 仿佛我们在台人民币 但是真正能够壮大我们自我的 就像所有的嘉宾所探讨的 如果你跟我 所有的华人 我们的脑袋没有换新更代 我们没有追求自己的知识的更新 我们怎么要来壮大我们自己 保护人民币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让我们变成真正人才 迎接国际的挑战 谢谢大家收看下头见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实际直通车 感谢观看